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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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車水馬龍王觀眾大家好 我是行男新宇龍 今天很高興我們來到的 南港的展覽館 我們要參觀的是 2017的台北EMPA 契配展 以七機車零配件為主的一個展覽 我們現在就來去看看 有什麼精彩的內容 走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的 無線迎賓踏板 那這東西實際上是非常的簡單 如各位所看到的 它實際上的本體來講就是這樣子 它後面有電池 那我們這個是電池可以用三年 那至於說怎麼安裝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東西本體 它會有兩個這樣子的固定扣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雙面膠 像這樣子撕下來之後 就直接把它黏到車體上 這樣就完成了安裝了 我們在這個會場看到一個 蠻有意思的一個新發明 因為想要手機做 應該大家車上都有裝 或是你也想買 那我覺得這個新產品 我還蠻有興趣的 它的設計蠻特別 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有裝一個電子 它就會自己把它夾起來 那你在拿起來的時候 手再感應到 它又會再打開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大家好 我是Ranko的Steven 大家都知道 Ranko在台灣的業界 賽車業界小有名氣 那除了我們的 正常的賽車產品以外 我們今年還推出了一些 狗狗用的安全衣 以及狗狗的拖繩 然後當然我們還有用安全帶 所編製出來的那個安全帶包包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跟我們下去 謝謝 我是Triple S的業務經理 小謝 那今天的話 跟大家要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 今天展出的一個新的產品 那我們Triple S之前是 退出短彈簧系列 但是今天我們推出了全新的一個 High Low Key的一個Core Over的系列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推出這種高強度 高性能的一個彈簧 那它是搭配在Core Over 就是所謂的High Low Key 彈簧上面 它可以做一個替換 比如說你原本是換VC 或D2的這個腳牙 避震器 那你就可以替換 我們目前的這個Core Over的彈簧 那我們這個彈簧的話 因為它是高強度 所以它的Pitch 可以拉得比較大 那重點是它的材料的 康拉強度可以達到 2000Mbps 那像我們線台的這台展車 基本上就是我們車隊的賽車 那它原本是使用 那個CV式的避震器 那它現在就是換成 我們的這個直覺的彈簧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直覺彈簧 因為它是高性能的彈簧 所以它在反應的時間 會更短 更有助於車手 在過溫時的一個速度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在這個United 就是連結 它會發生大家熟悉的原載 在這次的零件展 它個人也推出了Black Mamba 就是黑曼8系列 請它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 這次就是我們成立的黑曼8品牌 主要是透過實戰的經驗 那也透過連結車隊 讓我們有實戰經驗 把這些以前走過的路 然後現在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相信以原載這個豐富的實戰經驗 來調教一些相關的部品 應該效果一定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現在在這個 一個很特別的攤位 我印象中應該是 第一次在Empa看到 一個Leo Motorsport 在國內剛成立兩年 我們很高興 簡單訪問一下我們的老闆 他也是Leo 跟我們介紹一下 身旁的這台Golf GTI的7代 看起來已經改了還滿重度 已經廠車化 我們請Leo老闆 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台車動了哪些改裝 基本上外觀就是爆歸 手工爆歸 現在目前才70% 但是還沒有做完 然後ET值是-70J的輪框 還有賽車椅FIA的12點防滾龍 還有IS38渦輪 還有我們周邊所有的動力提升 都是我們自己開發測試 那馬力機的數據拉出來大概多 411是引擎 輪上是370 那看起來應該是會在我們的大鵬灣 目前賽道做成績 還是已經有做過測試了 之前的成績是沒有寬體的時候 是兩分整 那我們希望之後寬體 然後配上氣壓避震 可以擠入1分59秒以內 我們期待國內也有這麼棒的一個 VA機的作品在賽道上的表現 謝謝Leo 現在是勝貨這台很特別 它是很老的車看起來應該是目前 今年我在NPAR看到最好 我們來看看它改了什麼怪給西 走 那身後的這台大家應該覺得很熟悉 其實它就是喜美 就是CIVIC的一代 1976年的第一代老喜美 跟我年紀差不多 而且它當初是用這個1200cc的四速手排 不過車主我剛剛偷看它還偷偷裝了冷氣 照現在還在路上用很特別的一台 ALX的氣壓展示車 太舒適了 今天我們在台北2017的NPAR展逛了一整天 從四樓逛到一樓 撞了數百個攤位 看到這一台非常棒的賓士的V-Class休旅車 這麼豪華的升級 太棒了 我太喜歡這台車 小禮我們回公司了 拜拜 拜拜